大家好 我是葉老輝 今天我們來講網頁的音量增大 我們有時候在看網頁 這個音樂或者是什麼 他們可能在製作的時候 這個聲音用得太小聲了 那我們在右下角的音量 已經都調到最大 但是卻都還是覺得太小聲的話 要怎麼辦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要怎麼辦 連結我會把它放在說明欄位下面 它是一個Chrome的線上擴充軟體 那我們把它點選加到Chrome 新增擴充功能 那這樣子一來我們就完成了 那我們剛剛所新增的Value Control 要怎麼樣來使用 我們先點選這裡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擴充功能 點一下 那這裡你可以點固定 固定 那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你之後再開這個瀏覽器 你如果覺得這聲音太小的時候 它可以強制的來放大 你點一下 可以強制的把你的聲音再放更大 兩倍三倍甚至四倍 那你就可以讓你的這個聽的聲音更大聲 那就是在你的這個音響 或者是你這個喇叭 調整完之後還不夠大聲的時候 我們才使用這個功能 因為它是強制放大 所以你的聲音或許沒有辦法像原本的那麼好聽 但是我們有時候聽不到的時候是一個困擾 好 那我是一老輝 今天介紹這個聲音放大的功能 在這個Chrome裡面的聲音放大功能 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希望我的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囉